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陈的书桌 我出生当天 奶奶听说是个女娃 气得在房间摔了一跤 她破口大骂 说我灾心转世 生来晦气 刚出生就害她扭伤了腿 骂累了 奶奶扔下一句话 反正是个丫头 随便找户人家送出去吧 当时爸妈托关系把户口都迁到了城里 靠近了单位 城里施行计划生育 以爸妈这样的情况 只能生一个孩子 否则就得丢工作 奶奶以死相逼说 如果我爸没能生个带把的出来 她就一头撞死在院子里 爸爸抽了一整包烟后 才进屋跟妈说 要不 把丫头留在老家养着 我们以后 总得再生一个儿子 妈妈抱着小小的我 低声啜泣 最后也妥协了 因为奶奶的咒骂 我得了个灾心的坏名声 村里的亲戚都不肯接纳我 最后 我妈拖着虚弱的身子跪在了叔叔婶婶面前 求他们可怜我 就当养个猫狗 给口饭吃 饿不死就成 婶婶向我爸妈要了一大笔挡灾钱 我成了叔叔名下的小女儿 既是其 我就有干不完的农活和屈指可数的脏衣服 也算不上磕带 因为村里每一个女娃 都是这样 其实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 我的亲生父母不是叔叔婶婶 村里的小孩一见着我 就会来嘲笑我 你爸妈是不是生不出儿子 所以才不敢回家 他们不要你了 我那时年纪小 听到这话会抄起一根树枝 追着他们满山打 通常这时 他们的爸妈就会出现 冷着脸牵走小孩 和你说了多少次 别跟这种灾心玩 临走前 还要恶狠狠瞪我一眼 没人管教的丫头 一点教养都没有 他们都有爸妈出头 而我受了委屈 只能自己替自己出头 五岁那年 我第一次见到亲生父母 他们是开着四个轮子的小轿车回来的 动静闹得挺大 引来许多村民围观 而我躲在门后面 看着那天仙一样的女人 心想 她真的是我妈 爸妈脸上挂着笑 带来了许多礼物 还让叔叔婶婶帮忙分给村子里其他亲戚 有人又问起 爸妈是不是在城里发大财了 爸爸挺直腰杆喊道 儿子刚满月 按照习俗得请大家喝酒 工作盲膜不开时间 只能送点烟酒 我听到有人压低了声音说 爸爸这五年终于生了个儿子 这是回家炫耀来了 有人别嘴 在城里工作有什么了不起 只准生一个 我才不羡慕 他们打趣我 多多 你爸妈是要接你去城里享福 我只当没听到这些话 眼神怯生生地往爸妈的身上看去 他们也给我买了许多新衣裳 和没见过的洋娃娃 好看的女人用纸巾擦干净我脸上的泥点 心疼地将我搂进怀里叫我乖乖 我有些茫然 身子往后一缩 她脸色的笑容淡了几分 到底不是自己养大的孩子 不亲 我还没从那个怀抱里细扎出什么滋味来 他们的注意力 全被一阵哭声吸引过去了 这时我才发现 爸爸抱着一个小孩 是我的弟弟 奶奶抢过弟弟抱在怀里 宝贝地喊乖孙 爸妈看着弟弟 一脸幸福 我还没回过神来 嬉闹全离我而去 都簇拥在那个小小的婴儿身上 孩子取了个什么名字啊 奶奶很是开心 连带着说话都柔和不少 我爸笑得眼角都炸开了闻 叫天赐 陈天赐 这个名字好啊 我也好奇地走上前 想伸手摸一摸弟弟 奶奶却在看到我的一瞬间收敛笑容 别用你的脏手去碰你弟 吓得我连忙收回手 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其实 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弟弟叫天赐 上天赐予的礼物 多么宝贝 我叫陈多多 生来就是个多余的 可我不在意 连我也以为 爸妈是来接我回家的 谁知道 第二天 他们就要走 临行前 妈妈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 偷偷塞了一个红包给我 这是妈妈给你的零花钱 别被你叔叔婶婶知道 自己拿着去买些爱吃的 我问妈妈为什么不能带我一起走 是不是因为我是灾星 妈妈背过身去 伸手抹眼睛 她说 我还小 不懂 其实 我懂得 因为爸妈在城里有单位 他们只能有一个孩子 爸妈选择了要弟弟 他们不要我 他们离开那天 我跟在汽车后面追了好久 可是最后 我摔倒在地上膝盖擦破好大一块皮 也没能追上爸妈 回去后 堂哥瞧见我落魄的模样 直冷哼一声 快去把我的衣服洗了 做什么公主梦呢 堂姐则是在试穿爸妈给我买的新衣裳 她开心地在镜子前转圈 反正你穿的也是我换下来的衣服 这些新衣裳都归我了 桌面上 还剩下许多肉菜鸡腿 我肚子有些饿了 眼巴巴地望着 堂哥半躺在沙发上 翘起二郎腿大口扯下一块肉 这些都是我的 你可别想偷吃 我想说 那都是我爸妈买的 我凭什么不能吃 可我一生也不敢坑 寄人篱下 让我时时刻刻都小心翼翼 错一句话 会换来一顿打 日子似乎还是这样寻常的过 我每天跟堂姐一起干农活 农忙时节夏天疙瘩 我的亲生父母乍然出现见我一面 又匆匆离去 不留痕迹 像是做了一场美梦 最后什么也没能剩下 十岁那年 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 我堂姐念完初中后 婶婶就没让她读书 而是找媒婆替她说了一门亲事 女人这辈子最要紧的 就是找一个好男人嫁出去 读书有什么用 能当饭吃能当衣裳穿 堂姐沾沾自喜 开始幻想婚后的美好生活 就是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只要嫁个好男人 我就能享福了 堂姐结婚那天我发烧了 婶婶怕我耽误事 把我锁在房间里不让出来 等宾客都走光了后 叔叔才发现烧昏过去的我 婶婶嘟囔着怕浪费钱 不肯送我去县医院 他们连夜把我送到了村里一户赤脚医生家 那赤脚医生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 平时拿东西手都不利索 一针下去后 我的右腿再也站不稳了 从那以后 我成了瘸子 当晚 叔叔和婶婶吵了一架 大哥每个月给的钱都够养活我们一家人 我们却害得多多瘸了腿 怎么跟他们交代 这是意外啊 又不是我们害的 再说了 他们要我们把多多当条狗养着 饿不死就成 我们又没把他饿死 那时的我还理解不了他们的话 我是一个人 怎么会是狗呢 腿瘸了 可农活还得干 爸妈接到消息 再次回到叔叔家时 我正背着猪草 一脚深一脚浅地往家里赶 我女儿好端端地腿 怎么就瘸了 几年不见 妈妈脸上多了几条皱纹 可她即便是生气 也依旧很漂亮 婶婶被念叨地翻了 丢下一句 嫌我们养得不好 你们自己带回去啊 我还嫌她个灾心晦气 我放下背篓 眼眸垂地 可爸妈却沉默着没有接话 许久 妈妈朝我的方向走了过来 我心情紧张极了 带我走吧 妈妈 她说要带我去城里看病 无论多少钱 都要治好我的腿 头一回坐小汽车 我整个人缩在角落里 一动也不敢动 生怕弄脏了车子 爸妈不高兴 然而 到医院后 医生说 我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即便是做手术 也无法恢复到健康的状态 只能依靠高昂的治疗费用 让我的伤腿得到轻微改善 治疗费用很贵 但是爸妈咬着牙给医院交了钱 在车上 妈妈压抑得啜气 都是我们害了多多 要是当初再想想办法 也不至于这样 爸爸不耐烦地开车 事情都发生了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路过游乐园 我被外头嬉闹的声音吸引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游乐园 新奇地趴在车窗往外看 多多想去游乐园玩吗? 那一会我们一起去玩好不好 只是下车前 妈妈突然想起 弟弟也喜欢来游乐园 你在车上等 我们一下 爸妈接了弟弟就带你一起去 我兴奋地点头 脸上露出笑 可我在车上等得昏睡了过去 也没等到他们 游乐场的人都散了 爸妈才抱着弟弟急忙来到车里找我 多多 抱歉 爸妈忘记了 还有你 我乖巧地笑了笑 没关系 我自己在车里玩得也很开心 这一次 我没有问他们为什么不接我回家 治不好就算了 趁着年轻早点嫁了 省得浪费我家的米饭 婶婶不止一次这样说 然而 结婚不到一个月的堂姐 浑身是伤地 回到叔叔家痛哭 姐夫家暴 喝了酒就要打人 他身上背后全是淤青 我问他为什么不离婚 婶婶翻着白眼骂我 结了婚就是婆家的人了 还离婚 你是想我女儿名声倒地吗 别以为你是什么金贵人物 这辈子你就跟我们一样 注定要烂在这片地里 他说话的声音稍微大了些 在念高中的哥哥便大吼一声 吵死了 我还要写作业 18岁的哥哥还在念高中 可16岁的堂姐 却已经被安排结婚了 难道堂姐不能跟着哥哥一起读书吗 我不敢问 堂姐回家来 只哭了两天 第三天 姐夫来接堂姐回去 说家里的农活不能没人干 婶婶只是双眼含泪 嘱咐堂姐 要乖乖听话 好好做事 姐姐离开家后 家里多了一位大姐姐 她穿着干净整洁的白T恤 与我们村里的所有女孩子都不一样 堂哥成绩不好 那是叔叔专门从城里给他请的家教老师 那时候村里人压根不知道 成绩不好还能请家教 叔叔看了城里的学生都上补习班 才生了请家教老师的念头 赵真姐姐是济南大学的学生 她老家在隔壁村 平时利用假期帮学生补习赚点小钱 赵真姐姐上课的时候十分认真 给哥哥讲完题后 会监督我写作业 还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大学的事情 我十分喜欢她 可是 村里人却不那么想 他们背地里打趣我婶婶 说她给堂哥找了个陪读媳妇 这原本只是村里人的玩笑话 谁知婶婶却当真了 居然开始盘算着让赵真姐姐给她当儿媳 那天我坐在客厅里写作业 听到赵真姐姐和婶婶爆发了剧烈的争吵 婶婶刺耳的声音传出来 我儿子马上就能成为我们老陈家的大学生 这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女人嫁读大学 传出去都没男人肯要你 你还是赶紧退学跟我儿子摆酒 婶婶凶悍得很 平日里只要她一骂我 我就吓得不敢吱声 可是赵真姐姐却不一样 她有理有据 反驳的婶婶哑口无言 我当家教是为了赚钱 不是为了找个男人嫁出去的 这都什么时代了 你以为女人的价值就只有结婚生子吗 你那儿子天天就知道玩游戏 压根就不读书 考得上大学才怪 大吵了一架后 赵真姐姐要求叔叔给她结清了所有的课时费 转身就要离开 可她 看到躲在角落里写作业的我 多多 你一定要努力读书 考上好大学 我那时 根本不敢想自己还能考上大学 深深插腰冷亨 少在这胡说八道 女人最要紧的就是嫁人 赵真姐没理她 而是继续跟我说 留在农村 你只能和她一样 嫁人 生娃 然后让自己的女儿也跟着嫁人 到死也烂在这里 去到更大的城市 那里有广阔的天地 你可以成为的任何人 拿到钱后 赵真姐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村子 她用行动告诉了我 只有努力读书 才能掌握住自己的命运 赵真的话令我醍醐灌顶 我凭什么要随便嫁个男人 然后乱在村子里 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出去看到外面更宽广的世界 初中毕业当天 我拿着各科第一的成绩单回到家 却看到爸爸妈妈罕见地回家了 奶奶说 给你订了一门亲事 双方看对了眼 年底就可以结婚 望着客厅上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我后背发凉 那孩子就住在隔壁村 年纪是有些大了 他们不嫌弃多多残疾 而且 人家还肯拿八千块钱彩礼呢 八千块 对于农村人来说 相当于一年的收入了 婶婶很心动 笑着对我说 多多 你有福气 男人大几岁 会疼人 我妈很不高兴 多多年纪还小 没必要那么早结婚 奶奶冷哼一声 她个瘸腿 不早些结婚 等到人老猪黄了 谁瞧得上她 而且 人家家里有妹妹 只要多多嫁过去 以后她妹妹就能嫁给我们要组 两家女孩互嫁 这在农村属于换亲 换亲彩礼 要得也少 双方家里人都很高兴 只是 没人会询问被安排换亲女孩子是否愿意 赵真姐姐说得没错 只要我还留在村里 我就只能是一个传宗接代的女人 而我唯一的价值 就是要被男人瞧上 让我觉得难受的是 我的爸妈听完奶奶的话后 竟然都沉默了 我知道 如果这一次 我不能勇敢地出来反抗 以后我就真的只能烂在这里 我鼓起勇气朝爸妈走去 我不想嫁人 我要考大学 奶奶气地站起来 抡起拐杖就想往我身上砸 你想返天啊 幸好爸爸眼疾手快拦住了 妈 有话好好说 别打孩子 哼 你没听到你女儿说的话 她说她想考大学 女人考大学 是想翻天骑到男人的头顶拉屎 婶婶也冷笑着说 读大学有什么用 早点嫁人才是正经事 我不服气 扭过头去望着她的眼 要是读大学没用 你们为什么要让哥哥去复读 堂哥高考失利 连个专科都没考上 叔叔婶婶愁得发慌 想着要花大价钱送她去城里念复读班呢 婶婶当即气地炸锅 那能一样吗 你哥是男人 男人就该读书 将来好赚钱 就像你爸妈那样 你一个女人还想出去外面抛头露面 传出去丢人现眼 这话让有单位的妈妈很不高兴 弟妹 话不是这么说的 堂哥笑了笑 女人读书能有什么用 读了大学也不会让你进族谱 我觉得有些可笑 我那么努力读书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在她的眼里 读书就是为了能进族谱光耀门楣 赵真姐姐说得没错 人与人的眼界不同 思考的方式也截然不同 我将希望寄托在爸妈的身上 拖着伤腿 一瘸一拐地走到我爸妈的面前 我双眼含泪 爸 妈 我在班里回回都是考第一 你们看 这是我的成绩单 我将成绩单递给他们看 我不想这辈子只能待在农村 我想要考大学 我想出去看看外头的世界 奶奶冷哼 都瘸了一条腿 还不安分 我终于忍不住啜泣起来 就因为我瘸了一条腿 所以我要比别人更努力 我每天要砍柴、洗衣、喂猪 只有晚上才能看书写作业 以我的分数线 可以考上城里的一中 就因为哥哥是男孩 所以他就算是考不上 你们也愿意一直给他砸钱上补习班 我那么努力 却连一个念大学的机会都没有 深深气地指着我鼻子 我看你这死瘸子是脑子有问题 有人不嫌弃你残疾你就偷着乐吧 还想登天呢 而这时 我爸吼了一句 够了 我吓得哆嗦了一下 眼泪不知不觉已经流淌下来 双手紧紧捏拳 我已经做好了决定 如果他们非要逼我嫁人 我就就算是爬也要爬出这个家 再也不回来了 可我没料到 爸爸双眼泛红 迟疑了几分钟后缓缓开口 既然孩子想考大学 就让他去考 婶婶第一个阴阳怪气 考大学说得轻松 高中的学费可不少呢 我爸气得将钱包往桌子上一拍 现在就去信用社 我转一万块钱给你们 就当是我女儿借住在你们家的伙食费 婶婶这才不吭声了 因为爸妈的强势拒绝 奶奶领着定亲的男人骂骂咧咧离开 第一次被爸妈这么强势地呵护 我心里很感动 这些年来 在叔叔家受到的委屈 仿佛都不值一提了 只要他们心里还把我当成女儿 我就能毫无芥蒂地去爱他们 我小心翼翼地躲在爸妈的后面 不敢相信地询问他们 我真的可以考大学吗 妈妈牵起我的手 满脸愧疚地说 能? 咱回家被考去 不再这受委屈了 那一刻 我真的以为 却是已久的亲情回到了我的身边 可现实却像一盆凉水 浇得我浑身发凉 不准来我家 一直沉默的陈天赐突然爆发了 他疼得一声站起来 怒气冲冲地指着我 我没有这种瘸子姐姐 我不准他进我们家的门 陈天赐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后 一言不发 扭头就往外走 急得妈妈赶忙追上去 乖儿子 妈妈开玩笑呢 你别生气啊 爸爸解释道 你弟弟现在青春期很叛逆 你当姐姐的别介意 他们骤然离开 我手足无措地 站在叔叔家客厅里 耳边传来 婶婶肆无忌惮地嘲笑 你还以为自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 最后还不是要求着我们收留 养条狗还会咬尾巴呢 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考大学 你这种死瘸子能考上就怪了 我一声不吭地默默听着 但心里已经做好了打算 等我念高中就直接住宿 我要搬离叔叔家 以后再也不要寄人篱下 爸妈在物质上 其实没有太亏待我 念高中后 他们给我塞足了生活费 甚至给我买了一台很不错的手机 社友们很是羡慕 夸赞我爸妈 很是爱我 我苦涩地笑了笑 明白爸妈给我提供好的物质条件 是为了弥补从小对我的亏欠 高中第一节课 给了我莫大的挫败感 英语课堂上 我被点名念了一段课文 却因为口音问题被嘲笑了很久 从前 我年年拿第一 可来到高中后 我成了班级里的吊车尾 现实就是这么残忍 即便是同样学同样的课本 城里的孩子获取的知识面就是比农村孩子多 我以为的自己聪明优异 不过是茫茫人海中最不起眼的成绩 巨大的落差感 像是泥沼 一点一点把我埋进去 可这更加坚定了我要考上好大学的想法 要是读不出名堂 我要么被送回乡下嫁人 要么进场做流水线 他们都说我的亲生父母在城里有车有房 日子滋润 我心里知道 爸妈们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弟弟身上 我想要的东西 只能靠自己努力去争取 听说 唐姐生下了一个孩子 却因为是个女儿 被她丈夫打得起不了身 落下了月子病 以后怕是没法再生育 泼辣的婶婶知道后 屁也不敢放 她只是跟唐姐说 让她好好调理身体 来年生个男娃日子就好了 家暴本就是错的 可他们却把这归咎于自己没能延续香火 我不想过这种生活 我拼命地努力 追赶上班里的同学 口语不行 就利用午休的时间 一遍又一遍地跟着音频矫正口音 成绩追赶不上 我只好比别人学得更晚 起得更早 挤出时间多学一些 我心里憋着一股气 我势必要读出一番作为 给奶奶和婶婶她们看看 女孩子也是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同时 我也想证明给我爸妈看 他们的女儿 也可以为他们争取到荣誉 其实高中这样枯燥且压力大的日子里 也曾有男同学向我示好 我拒绝了所有可能延续的故事 同桌说我死板 不懂得享受青春的美好 我却无比清醒地明白 对于我这样没有后路的人来说 高中这几年 不能有丝毫差错 后来 那位男同学心生怨念 处处传播我的流言 但是我并不在意 我的眼里只有考试 只要能考出去 我就赢了 高考结束时 我战战兢兢地在卷子上写下最后一个字后 满意离场 我尽力了 不管如何 结局都不会太差 令我意外的是 高考结束那天 我在学校外见到了我的爸妈 他们手里捧花 冲上来拥住我 多多 高考辛苦了 我们来接你回家 我待在原地 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见的是真的 泪水突然就奔涌出来 十七年来 我第一次哭得气不成声 爸妈的房子很大 装修十分豪华 我站在客厅里 有些手足无措 妈妈带着我走进一间小阁楼 里头装饰的全是粉红色 看起来就像是公主的房间 这是 我的房间 诧异地叫出声来 这房间有点小 你别介意 小吗 我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这房间 仍不敢相信 它是属于我的 爸妈说要补偿我 他们带着我去吃火锅 看电影 我们就像个幸福的一家三口 快乐得像是梦境 只可惜 这样和谐的场景 只延续到弟弟回家的前一天 陈天赐从暑假下令营回到家 见到我的第一眼 就难掩嫌弃 他怎么来了 我不是说过不想在家里看到他吗 妈妈下意识慌乱地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随即怒斥陈天赐 她是你姐姐 你懂点礼貌 陈天赐生气了 她怒吼道 我没有姐姐 随即猛地起身 走进房间 用力地降门关上 妈妈朝我歉意地笑了笑 你弟弟脾气有点差 你这个当姐姐的多让一让他 我笑得有些苦涩 从他出生那天起 我不就一直都在让着他吗 弟弟在家的时候 妈妈的全部心思 都在陈天赐的身上 他们坐在客厅 一起看着电视 吐槽里面的情节 说得哈哈大笑 可只要我一出现 气氛就会变微妙 我就像个外来人 旁观他们一家三口幸福的模样 其实也没有很难过 我就像是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结局 只要爸妈记得 他们还有我这个女儿 就好 高考出成绩前一晚 妈妈来我房间找我谈话 我以为 她又是想要跟我道歉 我来到这个家里的这段时间 妈妈似乎总在替弟弟跟我道歉 谁知她望着我 小心翼翼地开口 多多 你能不能不要去上大学 我整个人僵住 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对我说这番话 是这样的 你爸爸单位呢 有个领导顾叔叔 为人很不错 家底也厚 只是 顾叔叔的儿子有些残疾 不过 他们对你挺满意的 想问问你有没有结婚的意愿 领导 我回想起前几天 爸爸的确带了两位客人回家 那两位客人 从进门起 就表现出了对我的好奇 一直在和我聊天 原来 他们是来考察我的 妈 我以为你还是懂我的 我不想这么早嫁人 我有些落寞地开口 妈当然懂你了 你想考大学 是因为不想待在农村那种地方过一辈子 顾叔叔家里条件可好了 你嫁过去就是享福的 跟农村那帮男人是不同的 你要没意见 我们两家就订婚 妈妈不懂 我努力读书考大学 为的就是不想被困在婚姻里 见我还是沉默 妈妈叹了口气 你弟弟成绩不太好 暗部就班上高中 也念不了什么好大学 我跟你爸想着想把你弟弟送出国 可是家里没那么多钱 你爸那个领导有个亲戚 恰好又是做留学中介 可以帮我们申请全额奖学金 我感觉到后背发凉 所以 你们要把我给卖了吗? 当年奶奶为了八千块彩礼 把我弄给隔壁村的傻子 如今 爸妈为了一个出国留学的名额 把我卖给领导的儿子 价格不同 结局仍是一样 我突然意识到 我根本就不是我爸妈的女儿 在爸妈的眼里 我不过是他们可以用来交换的某件物品而已 你弟弟将来就是海归 她出息了 不也能关照你这个姐姐吗? 望着我妈诚挚的眼 我的手有些颤抖 读书 就是为了嫁一个好男人吗? 还是说 连你也觉得 女人这辈子 都需要依靠个男人才行 她是打心眼里觉得 嫁个好男人 比我考个好大学 要更有前途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妈妈 我想要考上大学 是为了增长自己的眼界 增强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 而不是为了让自己嫁一个好男人 我从来都不认为 一个女人的价值 需要通过男人来体现 妈妈有些愕然 你怎么 能这样想呢? 我努力考单位 也是为了找一个优质的男人啊 见我坚持 她才冷脸说道 好 我们尊重你的意见 分数献出来后 我立马就上网查了 我抄一本五十分 完全可以报考想去的大学 可弟弟因为期末考砸了 被老师痛骂了一顿 爸妈始终愁容满面 那天 家里没人为我庆祝 没关系 我自己为自己高兴 我报考了济南大学 跟赵真姐姐同样的学校 她那番话让我醒悟过来 知道了自己究竟想要追求怎样的生活 我也很想追求她的脚步 成为赵真姐姐那样的人 然而 我左等右盼 也没有等来济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满怀期待收到的录取通知书上 写的是一所本地专科学校 我的手心发凉 浑身上下忍不住地颤抖 妈妈却十分坦然地看向我 多多 我跟你爸都觉得 你还是留在本地读大学比较好 为什么 我骤然怒吼 吓得妈妈一正 为什么要偷改我的志愿 我明明过了重本的分数线 为什么要让我去读专科 我不明白啊 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 为什么要折断我追逐梦想的翅膀 我积聚十多年的情绪 终于在那一刻悉数爆发 我哭得浑身颤抖 跌坐在地板上 不停地咆哮 你们知不知道 我为了考上忌大 吃了多少苦 流了多少泪 你们凭什么可以决定我的未来 这时 爸爸从书房走出来 你这是在闹什么 一个大学而已 就非读不可吗 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态度 我们供你吃供你穿 让你好好的长大成人了 你说要读书 我们也让你读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 冷淡的口吻 仿佛在说一件无足轻重的事 也许那天 他也是这样决定 将我丢给叔叔婶婶的 他们供我吃穿了 就可以肆意剥夺我的人生了 我伸手抹去眼泪 看着眼前这两人 我第一次觉得 他们是那么的陌生 供我吃 供我穿 却因为我是个女孩 在我出生当天 把我丢在了叔叔家 弟弟可以待在你们身边 而我却像一条狗一样 被寄养在别人的家里 在你们的心里 究竟是把我当成了什么 妈妈也红了眼 你弟弟 他特别想出国 你这个当姐姐的 就不能为了弟弟的前途牺牲一下 这一刻 我对父母所有的期盼 都化为灰烬 妈 是不是在你们的眼里 我的终生幸福 也比不过弟弟出国念书重要 混账 我爸一巴掌甩过来 我头一天 嘴角溢出了血 我们拿钱给你读书 到头来还落你埋怨了 你自己说说看 从小到大 我们什么时候亏待过你 我们也给你好的物质条件了 让你住上了新房子 甚至还给你买了最新款的手机 你出去问问看 哪个学生有这么好的物质条件 你婶婶说得没错 养只狗还知道咬尾巴 你一点也不懂感恩 我本以为 他们给我优渥的物质条件 是出于心疼和愧疚 真心想弥补我 没想到这是在时刻告诫我 他们为了我付出过什么 并且毫不愧疚地向我所求回报 转头走出家门的时候 爸爸恼羞成怒 早知道你这么不听话 当初就该把你丢进河里 灾星 我心想 或许 他们真的把我丢了 我也没那么难受 我父母健在 却活得像个孤儿 别人都是父母 爱情的结晶 可我 只是家里面最多余的那一个 我那么努力地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想要让爸妈看到同样优秀的我 可好像到最后 什么也没法改变 这种绝望感几乎要把我吞噬 偌大的城里 每一处都令我无比陌生 突然间 我想要一了百了 走到商场天台上的时候 我有些异想天开 不知道明早父母看到我离世的新闻 会为我难过吗? 这时候 广场中央巨大的广告牌骤然亮起 将天台这狭小阴暗的角落 也带来了明亮的光 一个熟悉的面孔 出现在了广告位上 它明艳的笑容 自信展示身上的每一件服饰 性别不是边界线 偏见才是 女孩 你才是自己人生的主宰 这样简单的广告词 轻而易举地触动了我的内心 我的泪 像朱串一般地落下来 屏幕里的那个职场女性 正是多年前激励过我的赵真姐姐 没想到多年过去 她已经凭借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耳边 不知不觉又回想起了 她当初对我说过的那番话 多多 你这么聪明 一定可以考上大学的 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读书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我呆呆地站在天台 感受到风中带来的良意 不知不觉中 泪意悄然滑落 多年以后 回想起这一天 我猛然察觉 那块广告牌照亮的不只是天台那阴暗的一角 它明亮的 还有我那挥败不堪的人生 这一次 赵真姐姐用实际行动再一次地鼓舞着我 已经沉寂下去的心 似乎慢慢苏醒 难道 我的人生就这样被爸妈毁掉 他们以为逼迫我在本地读个专科 我就会妥协 然后按照他们的想法去过人生吗 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 我就算是一株野草 也有迎风生长的韧性 回到家 已经是凌晨三点多 家里的灯火没灭 我的手机也多了十几痛未接电话 我妈眼里含泪 多多 别怨恨爸妈 我们也是为了你的未来打算 我没有告诉他们 在我离家前 偶尔听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 爸爸说 想办法让我留在本地 就是为了有机会能跟顾叔叔的儿子多相处 日子久了 我总会妥协的 在房间里 妈妈哭着对我说 当初她对我是多么的不舍 我多想把你留在身边 可你爸却坚持要再生个儿子 我只是个女人 在家哪有什么话语权 多多 我知道你现在不想结婚 可是只要你接受了顾叔叔的儿子 你爸爸一定会对你另眼相看的 我感觉到很难受 我妈有学历 在城里有工作 可是在面对骨肉分离的重大决定时 她依然没有选择权 这更坚定了我要努力往上爬的想法 我要我的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次日一早 我收拾行李决定离开家 我爸不死心 多多 你真的这么狠心不管你弟弟了 要不是当初我们为了给你支腿花了那么多钱 现在也不至于没钱送天赐出国 现在要你嫁人给你弟弟换取机会 很公平啊 我的手 忍不住地颤抖起来 我的爸妈忘记了 要不是他们把我丢在乡下不管不顾 我这条腿怎么会残 陈天赐一边吃着薯片 突然爆喝一声 谁要他管呢 死瘸子 看见就烦 爸妈没有责怪他 只是 有些心虚地看向了我 我突然在想 爸妈真的爱我吗 或许是爱的 只是他们对我的这点爱 相比起弟弟而言 实在是太微不足道 他们对我的愧疚是真的 可他们想牺牲我为弟弟铺路 也是真的 这一次 我没有再接受他们递过来的学费卡 提前住进了学校的宿舍 我有些怅然 我可以走绿通申请住学贷款解决学费 可是每个月的生活费 仍需要我自己去努力 我可以与赵真姐姐那样 利用假期去给学生补习 小县城家教费用不高 却也足够我的日常开销了 可现实远比想象残酷 我找了许多家长 他们一听我只有专科学历 纷纷摇头婉拒 无奈之下 我在网上添加了许多兼职群 开始无差别接单 派传单 去超市当销售 甚至是刷盘子 我坚信 只要我肯吃苦 就一定能赚到生活费 大学的时光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极美好的 他们会与喜欢的男生约会 经常把自己打扮得美美地出去逛街 而我的脑子里只有两个念头 读书 搞钱 过得跟苦行僧似的 期间 爸妈也多次提着东西来学校宿舍看望我 他们的礼数周到 往往还能给我的摄友准备礼物 多多 你的爸妈真爱你 再次听到摄友传来艳羡的话 我的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我对于父母的印象几乎接近空白 可他们却在外人面前展现出好父母的一面 以此来提醒我要感念他们对我的好 可惜 我已经不是当初渴望获得爸妈关注的小女孩了 当妈妈小心翼翼地问我 有没有空跟顾叔叔的儿子吃顿饭时 我坚定地拒绝了 我拒绝他们的嗜好 拒绝他们提供的物质条件 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 能够坚定地拒绝他们强加在我身上的枷锁 那时候 社交软件兴起 直播还属于蓝海 我埋头苦哈哈地派完传单后 突然看到了班级群里 辅导员发起了一个创业项目 那是一个服装品牌 即将来我们学校开创业竞赛 他们要招募直播宣传博主 给到丰厚的反例政策 鼓励大学生在校创业 学校也会给予一定的奖学金 有事有提醒我 多多 你那么缺钱 为什么不试试这个创业竞赛 虽然那时的我 根本不懂什么是直播 可是钱的魅力吸引着我当天就跟辅导员报了名 我认真地学习创业群里的资料 按照步骤开始注册账号 可是真到直播那一步 我却有些发怵 我长得不算很漂亮 也不会化妆 偏偏身上还有残疾 这样一个不完美的我 怎么能站在屏幕上呢? 自卑敏感就像洪水般汹涌而来 我害怕地把脑袋缩进脖子里 像只鸵鸟 项目负责人见我迟迟没有启动直播 便私聊我询问原因 得知了我内心的想法后 负责人很贴心地建议我可以先不露脸 直播点手工制作或者是其他的内容 等我慢慢可以接受后 再开启带货直播 负责人很温柔 说话的方式也是娓娓道来 让我有一种熟悉的舒服感 于是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直播 开始在屏幕前手做小视频 一开始 直播间的流量很差 几乎没有人会看我 可是负责人小姐姐 会定期来直播间给我点赞 鼓励我坚持下去 聊得久了 我才发现 小姐姐与我有着相似的经历 同样是大山里不被重视的孩子 靠着自己拼了命的努力 考上了不错的学校 她说 那时我已经要上高中了 可我妈为了把钱省下来给初中的弟弟补习 勒令我退学嫁人 没有钱 我根本念不了书 我很好奇她的际遇 盲问 那后来呢 你是怎么说服家里人拿钱给你交学费的 负责人说 我们这个山里 有一位了不起的校长创办了一所女校 山里所有女孩子 都可以免费念书 她又说 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一些很艰难的时刻 但无论何时 都不要放弃向上攀登 她希望 我也能不断突破自我 受到这位小姐姐的鼓舞 我开始振作起来 我是不好看 身体也有缺陷 但是我也有勇于展现自我的勇气 第一次直播 我磕磕巴巴地对着镜头介绍衣服的优点 直播间人气惨淡 甚至还掉了几个粉 负责人很耐心地指出了我存在的问题 并且鼓励我继续加油 我在笔记上复盘每一次直播需要改进的点 然后逼自己在下一次直播前 必须改掉那些毛病 甚至在直播前 我会拿着衣服对着摄友们开始练习 从一开始的难为情 说话接吧 到最后侃侃而谈 我花了整整一个半月 当直播间里迈出第一弹时 我激动地请全宿舍出去吃火锅 迈出去第一步 后续的路走得就更顺利了 被我这股热情劲打动 我们整个宿舍掀起了一股创业潮 他们调笑道 有你这个拼命三娘在 我们想不努力都不行 忙碌的日子过得特别快 爸妈从一开始偶尔发来关心的信息 到后面便没再主动联系过我 或许在他们的眼里 我就是一个不懂感恩的白眼狼 白天学习准备插本 晚上拼命直播 这样过度劳累 再加上最新盛行的流感 我高烧被送进了医院 烧得昏昏沉沉 在病床上挂点滴的时候 我脑子里浮现的 竟然是前一晚直播的数据不错 或许 我真的太疯狂了 从小没有归宿感 仿佛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不属于我 我只有发疯式的努力 才能填补我内心的慌乱和不踏实 好在 那天直播间报单了 我赚的钱足够自己一年的生活费 躺在病床上 我不顾自己还在打点滴 笑得眼尾落下了几滴泪 创业群里有一个表格 每天都会更新参赛者们代单的销售额 渐渐地 我的名次从吊车尾一点一点往上攀爬 然后出现在了表格的第一行 我激动地去跟项目负责人报喜 他秒回我 多多 恭喜你 你真的很棒 只要我能够稳居第一 不仅能拿到高额的返现佣金 还能获得学校奖励的奖学金 付出后能收获回报的感觉 令我欣喜 负责人说 三天后 我会去你们学校开宣讲会 顺便给销售前五的同学亲自颁奖 多多 我很期待 再次见到你 我不知道负责人叫什么 他喜欢我们喊他老板 望着聊天矿内那行字 我心想 难道这位负责人以前跟我见过面 很快就到了宣讲会开启的日子 我早早地跑到礼堂占据位置 可是 我却在礼堂门口看到了一个意料不到的身影 他波浪卷长发随意散落在肩膀处 精致的妆容凸显出干练职场风格 多多 好久不见 我望向他 眼眶已经忍不住湿润 赵真姐姐 原来是你 这一次 我站在了大学的讲台上 紧张地等待着赵真姐姐给我颁奖 似乎是为了证明 我没有令他失望 总之 这种感觉令我很愉悦 宣讲会后 赵真姐姐单独请我吃饭 我们相互聊着近况 仿佛是多年未见的老友 期间 我提起他对我的影响 以及我努力奋斗想要追逐他脚步的愿望 只可惜 最后 我念的还是一所专科学校 赵真姐姐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 你已经很努力了 在那样的环境下想杀出重围 很难 我低头微微啜气 是很难 可最艰难的 是被父母偷改志愿 让我与梦中的学校擦肩而过 赵真姐姐愣了许久 她的眼眶也泛了红 我苦笑 现在我想插本靠济南大学 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了 多多 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高中念的是一所女校 你知道 我们学校的誓词是什么吗 我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我欲于群峰之巅 俯视平庸的沟壑 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 我站在伟人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 这誓词一直激励着我 不断前行 披荆斩棘 多多 我现在把它送给你 我相信 你只要努力了 一定可以成功 有了赵真姐姐的鼓励 我更拼命了 拼命赚钱 拼命学习 在大三那年 我还清了助学贷款 甚至还剩下不少的钱 足够支撑我差本的费用 赵真姐姐说得没错 努力地付出 是有回报的 拿到济南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 我一个人躲在宿舍 哭成了泪人 这一次的喜悦 我只跟赵真分享了 因为 只有他 才真心希望我能用拥有更广阔的天空 进入本科校园这年 我成为了赵真服装公司的代理商 而我也成了网络上小有名气的励志主播 我已经可以坦然地在镜头前 展示不完美的我 真诚 是打动人心的必杀技 我本以为我的日子就这么忙碌且充实地过下去 可寒假前夕 我妈给我打来了一通电话 奶奶摔了一跤 从此卧床不起 我妈说 奶奶活不了几天了 让我务必要回叔叔家一趟 叔叔家承载了我大部分难堪的回忆 我有些抗拒 可最终 我还是踏上了归途 叔叔家的大门依旧破败 我给家里每一个人准备了礼物 就当是维系一下那微弱的血缘感情 一进门 我就看到一个灰头土脸的女人 坦开胸怀奶孩子 对视的瞬间 她问我 你找谁 唐姐 是我 她张了张嘴 眼神落在我的身上 满是不可思议 我妆容精致 衣着鲜亮 早已不是捡她就衣服穿的小女孩 往里走 深深正拉着我妈的手哭诉 唐姐离婚了 她喝了无数中医条理 好不容易生下了一个男孩子 却还是被姐夫抛弃 如今唐姐没有经济来源 只能住在叔叔婶婶这 看到唐姐这副惨状 我于心不忍 提出只要唐姐愿意 可以跟着我学做电商 直播卖货 多年不见 婶婶已是满头银发 她看着我 有些不敢认 你是 多多 我把带来的礼物挨个分给他们 并跟唐姐仔细介绍了 我这个项目的盈利模式 担心她不明白 我甚至拿出了自己的账号告诉她 我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到百万粉丝的 唐姐看呆了 愣愣地望向我 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婶婶不懂什么叫粉丝 她直接问我现在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我随手比了一个数字 惊得她尖叫起来 我的老天爷呀 挣这么多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 哦 我忘记告诉她 那只是我一个月的收入 我什么都不懂 能行吗 唐姐一边哄着孩子 低声问道 没问题的 我那时候也什么都不懂 不也一样挨过来了 婶婶听了后 脸上堆起笑 给我加了一口菜 多多可真厉害 你富贵了 可别忘了我们这些家里人啊 也带着我们发财 饭桌上 爸妈好几次欲言又止 却最终只是默默给我加菜 唐哥依旧吃笑 挣在多钱又能怎样 女人是进不了族谱的 唐哥三十好几 没钱没对象 日子过得一塌糊涂 倒是没忘记她那高贵的族谱 婶婶怕她得罪我 还用力捅了捅她 这般态度 我从前是从未享受过的 陈天赐没能出国 依旧只能在国内读个不怎么样的高中 她冷哼一声 这算什么 要是我能出国的话 能赚更多 我这次没惯着她 而是直接反驳 你要是有能力 在哪里都能发光 能不能出国 不是你无能的借口 陈天赐气地将碗重重一放 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嚣张什么 这话 我听得十分舒畅 有钱 有能力 有资源 就是有嚣张的资本 四日一早 不待见我的奶奶破天荒地把我喊进了房内 她伸出枯树一般的手握住我的手 多多 听说你现在有出息了 赚大钱 我不明白 从来都讨厌我的奶奶 怎么会在弥留之际对我这么和善 你哥哥要组没考上大学 工作也不稳定 没钱 娶不到媳妇啊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拿二十万出来给你哥哥 也好报答你叔叔婶婶养育的恩情 一开口就是二十万 我看他是把我当提款机了 那些钱 是我没日没夜玩命赚来的 别说是给了 就算是借 我也不舍得 二十万 可不是什么小数目 我凭什么要给那不务正业的堂哥 奶奶怒了 你这个赔钱货懂什么 他是你哥 是我们陈家的香火 他要是娶不上媳妇 你就是我们陈家的罪人 当着叔叔婶婶的面 我把话说得清楚 我爸妈每个月都会打钱给叔叔家 更何况我住在家里也有干活换饭吃 恩情什么的 我压根就不欠他们的 至于堂哥堂姐 他们要是想学电商 我可以教他们 但要我直接给钱 没门 我转身就走 爸妈这一回 压根就不敢拦我 奶奶骂骂咧咧 一口气提不上来 在我离开后没多久 他老人家就咽了气 婶婶没弄到钱 还想在村里骂我 可转念一想 要是得罪了我 往后可就没人帮持他们了 最终 婶婶一肚子火 却还要给我陪笑脸 堂姐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 终于踏出了第一步 她表示愿意跟着我学电商 只要他们愿意学 我就会不遗余力地教 奈何堂哥气性大 声称就算是饿死也不会要我接济 那就 再好不过了 我的直播越搞越红火 大学毕业前 已经有许多大厂给我抛来橄榄枝 但是 我都一一拒绝了他们 我想 成立一间属于我自己的公司 就像赵真姐姐那样 努力地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不仅如此 我在公司里成立了一个救援基金 我要帮助更多像我这样迫切改变命运的女孩子 只要坚持住 脚下的路会越走越清晰 唐姐 在我的带领下 已经慢慢地摸索出了自己的风格 渐渐地 她也能赚些生活费 享受到了靠自己努力获取到的尊严 唐姐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甚至两年内 她竟然能在县城买下一间小房子 她前夫便舔着脸来求复婚了 叔叔婶婶依旧劝她复婚 有个男人依靠总归是好的 你两个孩子也需要爸爸呀 我担心唐姐会重蹈覆辙 急忙打了个电话回去劝她 令我意外的是 她笑着跟我说 我不会再复合了 那种男人 配不上我 唐哥依旧浪荡 一事无成 偶尔 还要找唐姐接济 陈天赐因为被爸妈溺爱 养成了一副骄纵的性格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自己 没人能救你 反正 我已经从泥沼里艰难地爬了出来 他们要是非想钻进去 我可管不着 后来 我的生意越做越大 准备出国拓展业务 临行前 我再次回了一趟家 看望爸妈他们 他们也还是会念叨着要我送陈天赐出国 但我都当作没听到 随后 我前去探望唐姐 想看看她的电商事业发展得如何 一进门 就看到唐姐的大女儿 蹲在客厅里 力索地打包快递 唐姐则是在一旁逗她儿子玩 望着外甥女那忙碌不停的身躯 我仿佛看到了当初不受待见的我 我提议唐姐 别占用外甥女太多时间来干活 像她这个年纪也有许多 作业要完成 哪料唐姐不以为然 女孩子能帮家里干活赚钱就可以了 她把儿子当宝贝般抱在怀里 把女儿当奴隶般使唤 我张了张口 却是什么也没有说 有一些人 注定了这辈子的眼界仅限于此 外甥女有些难过地问我 她是不是这辈子 就只能包快递了 眼神里的茫然不甘 触动了我 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 谁说的 只要你够努力 就一定能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 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 我站在伟人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 赵真姐姐送我的这段话 我转赠给了她 希望她 也能靠着自己的努力 闯荡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我再次回到这段话